张珊珊的父母 已经同意继续为她 进行心理咨询了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 给她进行心理咨询 要给她催眠吗 催眠不是万能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要不我来帮你吧 张珊珊的这个事情 我也有责任 我也想用心理学的知识 去开解她 帮她找回过去的那些记忆 你又没学过心理学 可你是心理学大师 你可以教我 我不是大师 你就是不想教我 等你休息好了来找我 我教你 那我明天就去找你报道 我可以教你一些催眠方法 但你要知道 这和咨询室里的专业行为 本质上不同 请你要慎勇 善勇 给我拿个垫子 你后面就有 那 那个大 都一样啊 不一样 你看 你看 拿那个 咳死了 可以 什么服务我都不摆好 张珊珊为什么在微博上发这么一长串的数字啊 这是一组 这又是一条 她应该想表达什么 我说 张珊珊博客标记经常去汽车电影院 这些数字会不会跟电影有关系啊 二零一八零七一四 一八年的七月十四 二三三五是晚上十一点三十五 你怎么会有关系啊 我这厚色味是什么呀 这是汽车电影院的调频收音频道 调频收音频道 给您 谢谢 谢谢 为什么标记的其他几部电影她都去看了 没多不存在的我没看成 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这个 一七七点一指的是什么呀 这是本场电影的车载音响调频收音频道 所以 这部不存在的我 张珊珊本来想去看的 但是没有看成 这是她内心的心结 也是我们可以 充分利用的资源 可是这些我完全都不懂啊 不急 等一下 这是什么 先把这个签了 保密协议 甲方 林申 乙方 晓晓 凭什么你是甲方啊 好好好 乙方 晓晓签字 甲方 然后呢 我们先从理论入手 开始吧 都是给我的吗 就有点了 嗯 是吗 乙方 妈 萧萧 嗯 要不先继续休息吧 没事 我看完这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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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那个 昨天晚上我睡一包睡着了 要来杯咖啡吗 谢谢 走遍 你家有卸妆油吗 卸妆油 没有 或者你做饭吧 橄榄油也行 橄榄油也没有啊 杏丸油要吗 行 谢谢 怎么了 这么早 在家吗 什么事儿 说呀 莫名其妙 谁啊 你家附近新开了一家咖啡馆 给你带了一份 我今天胃疼 喝不了咖啡 一会儿公司见啊 你这跟以往不一样啊 你有情况吧 没有 有什么情况啊 我看 我看 还说没情况 这是谁的鞋啊 我 我鞋 脸术开花了 可以啊 你想太多了 打公司见 林舍 你这新人有迷眼睛 这声音啊 我还有点耳熟 得打个招呼啊 要帮忙吗 少了 幸会啊 我给林舍啊 买了这咖啡 西柚冰滴加蜂糖 他可喜欢喝了 特别甜 不过我估计你现在也不喜欢喝这个了 你们俩已经够甜了 不是少老板 不是你像我那样 不用解释 为你高兴 我走了 你说话呀你 把车借我一下 借车 钥匙 你借这种跟你八字不合的东西干吗呀 快点 给我 走了 您俩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 没什么好解释的 晚上我们在汽车电影院体验催眉教学 到时候我在银院门口等你 你开车 你不是害怕坐车吗 嗯 黑暗小影 对 黑暗通常是让人产生恐惧的要素 但是电影院除外 面对陌生的观众 看不见的周围 人们不仅不会产生恐惧 反而还会更享受 这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 被强行带到了另一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临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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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林深 林深 你在哪儿 林深 萧萧 给 你知道吗 铁马是你 冰河也是你 什么意思啊 总之我不是人呗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好了 放心吧 我会去的 这个电影我刚好也想看 听下来 萧萧 你等等我 你和男生 看过不止这一场电影吧 所有可动你怎么才来啊 这是我大学一哥们 听他们单身的 恭喜你 很快就能脱离母台单身了 来 声音 幼稚吧 你说这个女的 到底是跟这个男的有关系 还是跟那个男的有一腿啊 这场大山的话说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以后啊 少给我乱点这种鸳鸯谱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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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乱点鸳鸯谱 人家人挺好的 对你也是真心的 想相信我 真挺好的 林深 我现在数三声 三 二 一 怎么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部电影是两年前上映的吧 对啊 一个两年前还是母胎单身的人 是怎么开公众号 教别人谈恋爱的 咱们是来催眠教学的 能 能不说别的吗 那你学会了吗 学会什么 反催眠啊 刚才明明是你在催眠我 最好却被我牵着鼻子走 你未经他人允许 窥探别人隐私啊 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天才 知道了 下次注意 可是 你是什么时候醒的 难道是我把你手放开的时候 你醒了对不对 正说来我以后给你催眠的时候 我得一直抓着你的手才行 赵贝贝 邓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们公司接了一个新细的宣发 正好有发布会在这儿 回来看一眼 陪男朋友看电影啊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领导林山 我们是爱工作的 刚结束 范琪 你好 林山 最近更新我看了 写得很好啊 谢谢 我周三还会有一篇新稿 期待 范总 我们还得去赶末班地铁 那我们先撤来 你先忙 今天我没什么事 如果需要赶时间的话 我让他车送你 不用了 不用了 太麻烦了 也不是很方便 我们领导喜欢绿色处形 好习惯 下次有机会去 好呀 好呀 拜拜 拜拜 范总 周三你记得看啊 好 一个两年前还是母胎单身的人 是怎么开公众号 教别人谈恋爱的 自然界中小动物们都有其独特的求偶方式 猫头鹰型猎人 这类型的人沉稳 严肃 认真 注意细节 调理性强 完美主义者居多 对别人要求也高 做事谨慎 对事不对人 容易挑别人毛病 以至于会对恋人吹毛求疵 因此 常被认为是感情冷漠的一种表现 评价不全面 好 好 好 就是我这大宅女 缺点糊碗条盆 真没事 我过两天陪你去趟家居店 怎么没声音了 我看看啊 我一年多前写的文章 有一条新留言 估计是你哪个伤害粉吧 是个来找茬的 怎么了 很不好的留言吗 人家居然关注公众号啊 好事啊 这倒也会闭吧 评价不全面 你好 范总 我是萧贝贝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我想再见一下周然 想见周然也不是没有办法 现在正好有一个现实的机会 什么机会啊 周然的生日会是我们公司在办 我可以直接带你过去 就以 什么 就以我女伴的身份吧 林老师来了 萧萧今天过来了 林老师好 我来找颜姐帮我做造型 走 什么事 林老师 萧萧晚上要跟范总 一起去参加周然的生日会 萧萧 你过来 resides in本 open 跟范总 金nin number 两个孤独的人晚上一会儿吃饭吗 好啊 我选地方 我发你 好 美额针戒 接下来这个超级福利呢 就是我们的周然会在现场 抽取一位我们的燃料 来到舞台上方 跟他做一个小游戏 那么游戏闯关成功之后呢 将会得到一份 惊喜的神秘大礼哦 你们想不想要 想要 这位幸运的号码已经出来了 大家说是谁 好 恭喜这位幸运的燃料就是 零二一九 有请我们这位幸运的燃料 来到舞台上方 有请 好 站到我们周然的身边 怎么称呼 我叫肖肖 那左言发的视频 那肖肖今天可够漂亮的 穿的高跟鞋有花了一米吧 你看看 那一会儿不知道是自己回家呀 还是范总送他回家 你干嘛去啊 你先吃 我去买点东西 三十七号了 那玩这个游戏呢 非常简单 叫周然的小秘密 这个游戏呢 对于周然的真爱粉来说 简直是易如反掌 第一个问题是 周然出道以来 最喜欢的地方是 周然出道的小秘密 录音棚 我可以教你心理学知识 但是你没有 我知道 行规嘛 没有经历过学历教育 和专业培训 没有资格成为心理咨询师 这是我们的内部学习资料 你可以先看看 联想游戏 我们常常会用联想的状态 来唤起来访者 被意识压抑的部分 不被个人承认的思想 感情 经历 一般都被存放在潜意识当中 你好好学习一下 你是说 我可以通过联想的办法 刺激某人的内心 激发他对某些事情的回忆 怎么答错了 大家都告诉你 正确的答案了 赶紧找工作人员把那个 给他弄下去 不好意思 那位是范总的朋友 暂时还不能离开 范总 不可能 范总还让我告诉你 这只是一个游戏 不必太过紧张 什么 这个在搞什么 周然之前有一首首歌 是关于美食的 那么他最喜欢的食物是 马拉雅肉 不对 周然她不喜欢吃辣 其实周然呀 她跟她营销的人设 一点都不一样 她不能吃辣 一点都不行 因为她有肠意激 综合症 但是我喜欢吃辣 我超级喜欢吃辣 但是因为她身份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不能经常出去吃东西的 这个东西好辣 这么辣怎么吃 就是因为辣才好吃 是呀 这样才爽快吃起来 你让黑我咬的给我 不要乱会的 你要这么喜欢吃 我写一首歌叫 麻辣牛肉送给你 真好吃 我都喜欢吃辣辣的 对吧 来 你给我吼一个 我跟你用尽元素 做到歌里 你以为我不敢吼吗 你吼啊 吼 吼 好看 喝两香 你咱咱的话 那咱 你要不要来吃一口 哎呀 你 乱零无法代替 你的一切一心一意 拍拍坏坏丝丝举举 清清楚楚还无法忘记 配交命运你 不知该死我延续 舞台 这才让你说过呀 是录音棚 不 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她之前发行的那张 一批秘密的里面 其中有几秒女生的身影 那是我的身影 我给你找 那是她故意放进去 下架了 比你一拳 森箫 我没事 我真没事 我就是觉得 终于有人 愿意相信我跟周然的故事 并且愿意听一听 我就什么时候全说出来了 说出来了 我可能也就放下了 会好的 你怎么来了 我来转交一个东西 这什么 我不认识 周然 你不用这样 他让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你 不是想要证明什么 他眼睛完全放下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 我觉得 你真的如果喜欢过他 你尊重自己的过去 你应该跟他好好道个别 珊珊她跟我说 周然说他告诉过你 你不要当公司的傀儡 你要做你自己 周然 不要人在台前 把心落在暗处 你不要当公司的傀儡 你不想要 你不要当公司的傀儡 我刚让我喂你 来来 让我看看你都买什么 看什么呀 看看 我看看呗 不好意思 硬硬 来 哎喻 可以 如梓可教 还会举一反三了 给我叠好多 来 快吃吧 嗯 好 这么两天光着脚 不怕脚痒了 范总 那你回家 今天谢谢你啊 不客气 有人要送我了 改天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不客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正好有同学在国外学习音乐 到时候你需要的话 我让他们给你建议 好呀 不过我有点担心 我的成绩可能不太够 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你只要勇敢踏出这一步 才会有成功的机会 找到自己喜欢的 比什么都重要嘛 我觉得你说得对 找到自己喜欢的 勇敢地迈出那一步 很重要 好啊 你送到这一步吧 快走快走 三三一 他可能舍不得你们 拜拜 拜拜 真希望周然能来找深深 不然我的努力就要泡汤了 干吗 走 干吗 怎么了 嗯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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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有没有那么激气的 嗯 嗯 嗯 我怕 你别摘啊 你只要被拍到了 又要折腾了 我怕 这里是楼道 狗仔拍不到 以前我就是太害怕了 之所以害怕 是因为太害怕失去了 我呢 是到现在才发现啊 这人呢 越想要得到什么 就越容易失去什么 就像你想得到你的名气 你的事业 我想要得到我所谓的爱情 最终也不过是竹篮打水成空玩 周然 其实你今天能来到这儿 我已经特别特别地开心 我特别满足 就是不管之前我们是什么关系 都不重要了 以后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有多少伪造的偶像 眼前起高楼 宴宾客 最后楼塌了 但是我不希望你成为其中一个 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呀 你一定要心徒一片璀璨 光芒万样 对了 那个我要出国留学了 那不因为我也要追求 我自己的音乐梦想呢 所以估计以后是见不到了 我却一个内容 最后 我们 握个手吧 一遇一遍让人压抑 走不进去中人的困牵里 不一定是演员不够努力 配合演起 剧情 哎呀 还会放着哭泣 主持人 黑白交错 零零散散 短门续续 再哭再深不离不弃 跌跌妆容却毫无惊喜 万千思绪 你 光临无法代替 你的一切与心意义 白白坏坏坏丝续续 清清楚楚还无法忘记 黑脚蜜 你 你 你 不知该等我延续 你 你 你 看 这 都 叙识 不知 不会在意 想要用力 但偏偏没力气 精疲力尽无意义 还唯唯诺诺说无庸话语 你的一切与心意意 白白坏坏坏色色许句 清清楚楚还无法忘记 黑脚命运 你不知该怎么延续 你不知该怎么延续 说是最美的餐厅 结果我自己在天台还得自己穿穿 林老师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 一周之内 我能让珊珊主动来找你咨询 我不信 那我们打个赌 要是赢了你就请我去最美的餐厅 吃一顿大餐 那你要是输了呢 输了吗 我就免费给你打一年的工 别别别 倒贴钱我可都不敢用 自己动手才是最珍贵的 说得可真好听 晓晓 林申今天就是小工 专门负责烤串 就给你那儿烤 邵老板 什么就只给我一个人烤呀 你们俩呀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这瞒着别人也就算了 地下情还瞒着我我都看见 不是的 邵老板 我们两个一起过夜 是因为张珊珊的事 什么夜 铁树 铁树铁树 这铁什么树 你们搭把手啊好重的 快快快 来 我帮你了 天 放哪儿啊 我 我自己了 我自己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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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嗯 生日的小帝 你竟然是在这里 你开心的烤铁树 我们不键 你自己把人家看得很确实 我现在我们想念他们 我 我还不是偶像 只是一个会弹琴 喜欢唱歌的人 但有些路走着走着就偏了 因为害怕失去名利 我不承认自己的种种过往 为了保住台前的孵化 我否认和他之间的种种美好 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 把他推向悬崖 任凭权往攻击 我不仅否定了我们一路走来的感情 也否定了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331现在有家咯 我们也一定会有一个家 等我红了 他们没有人再能管我 我要亲着你的手 告诉全世界 我爱你 所以在这里 我想真诚地对他说一句 对不起 带你走进黎明 抬我燃烧的情 花落的流星 消失和安静 欢迎也核心 回忆没唤醒 是爱的证明 好 那从今晚后 肖贝贝这公众号的商务部分 就由我们公司全员代理的 嗯 不过你放心 我们公司的上下所有员工 一定会竭尽所能去帮助你 范总 你太客气了 其实这次的事我还要多谢您 要是没有你的帮忙 后面的事情我肯定也办不成 在开始写下篇推文之前 我还是想先了解一下周然的情况 关于那个冯沙事件 嗯 这个也不是不能办到 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方琳跟周然其实已经解约了 而且方琳强烈要求周然 赔偿所有违约金 多少呀 这个数字具体我不清楚 但周然在变卖家产 所以这个数字一定不是小数字 好了 今天那么开心不说他们了 说说你吧 我 其实我觉得 你在心理学方面 是有天赋的 我们觉得如果说你的公众号的内容 需要再上一层楼的话 在内容之中 一定要加一些关于心理学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肖贝贝如果有一个 心理咨询师的头衔的话 对于肖贝贝这公众号来说 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 所以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你愿不愿意进入一家 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助你找寻一下 范总 你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其实我一直都有这方面的 职业规划 但是心理咨询所 我已经有自己心里面的选择了 没关系 不管怎么样 也算是 拼有灵犀吧 那位范总也建议你 往心理咨询发展啊 嗯 我也觉得 少爷的心理咨询所挺好的 你知道那个 林老师怎么说的吗 嗯 我就是倒着找钱去给他打工 人家也不愿意 就不嫌弃你啊 嗯 不 不行 我得歇一会儿 不歇一会儿吧 我给你冲杯咖啡喝 来个百香果味的 好嘞 好嘞 快点 来了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超级大惊喜 今天晚上零点准时生息 什么惊喜啊 提前剧透一下吧 能能能能能 今天晚上就知道 我们都曾经认为 偶像是自己梦想生活的缩影 遥远 虚幻 且完美 我们沉迷于参与偶像成长的全过程 希望自己对他无所不知 会不准自己缺席任何一次擦肩而过的机会 会自责自己没有花费足够的资金 支持他的梦想 甚至会因此抗拒他被任何人拒为己有 但是 我们越这样努力 属于自我的脸就越模糊 我们被引去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标签 个性的闪光点 独特的喜好 执着的梦想 可现在 我们只有一个名字 粉丝 其实 我们喜欢偶像 本质上是喜欢他们身上 我们也渴望的某种魅力 这些美好品质可以是前方灯塔 可以是随行的航标 亦或是同路伙伴 但人生 终究还是要靠自己去掌度 偶像就像太阳 当你距离他远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他带来的温暖 兄弟 你过来帮他一下 但当你离他很近的时候 你的眼睛却可能 被他刺眼的光灼伤 而对粉丝来说 或许都曾幻想过和偶像恋爱 觉得那是浪漫的 梦幻的 但现实却会让你陷入一段 极度卑微的 不平等的情感关系中 甚至可能遍体停伤 在泛偶像时代 偶像不能也不该利用自己的光环 从任何粉丝身上 攫取情感利益 当你在享受成名的红利时 也必须以更高的道德标准 来要求自己 不要人在台前把心落在暗处 最后我想说 值得你疯狂的 只有你自己年少时的梦想 而也只有你自己 才能替你的梦想 追梦前行 行 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 希望你能喜欢 这个言诺 啊 连生哪有这么温柔 迷迷胸罢罢的 对对对 他当时就是这种表情 狠气还要端着 说的 眼镜 邵老板 东西送过去了吗 送过去了 您确定你老师看到的东西不会被惊到 他想回来直接跟我说就好了 厉害啊 萧萧 你已经完成了心理咨询师的基础培训 并拿到了资质 欢迎你 再次回到我们少林 谢谢少老板 那我的职位是 我想林老师需要一位非常优秀的助理 看看 真没想到啊 我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助理 也能有自己的办公室 咱们公司二楼呢 一共有四间办公室 邵老板和林老师一人一间 还有一间呢 是邵老板助理晓睿的 这间原来是空着的 你那天面试结束之后啊 邵老板就让我收拾出来 说要给你用 还是邵老板最贴心啊 林老师助理的工作 也不是那么轻松的 我爸妈这间闹离婚 我妈总逼问我 要是他们离婚了 说我到底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 我要是说我爸一句好话 我妈就会骂我 说就不该生我 我要是个男孩子 就能保护他 但我只知道他 你爸哪里好了 你需要从来访者 及其家属的信息源 获得来访者的情绪问题 心理困惑的责任 你还有心吗 谁给你钱花 你就认谁了 喂 大力的是 你和我小孩干什么 告诉他成天玩手机 不吃不喝 还要对来访者 他的心理成长 人格发展 社会化 智力 及其婚姻家庭生活方面 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你个心里只有钱 你关心跟我们两个吗 我成天要在外面上班 没有时间照顾一下 对 好 总而言之 加油吧 我会努力的 你就是打麻将 打麻将 我打麻将 赶紧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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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敢说的神经病 你居然敢说的神经病 好了 你居然敢说的 好辣呀 不是你这么招严 她现在就反命了 你不要怪你大人 你干什么 小哥 小哥 还有事 谁呢 爸 在干什么 你也不安慰一下我 习惯就好 好一个习惯就好 我怎么觉得你爸妈 比你更应该做心理咨询啊 我知道 我告诉他们我来看心理咨询 就是为了骗他们来看看脑子 你这电话来得可真是时候 是不是中共想吃什么呀 我让小瑞帮着一块订 不用 我刚从疗养院出来 准备直接回家 我还以为你会为了萧萧回来呢 萧萧 萧萧她怎么了 你不知道吗 今天有一对夫妻来这儿 结果两个人闹架 把萧萧给误伤了 受伤 怎么可能 我当时就在现场 我怎么听说 她又为那个来访者刺激了 嗨 嗨 喝春饭 我接开电话啊 喂 可乐 怎么了 我信息发出去好几天了 她不联系我 你说这个柴仙她靠谱吗 她还没联系你啊 她联系 我给她发她都不回 你说她是不是看不上 咱们这种小规模的餐会啊 怎么会呢 她人很好的 而且她好几次主动联系我 说她在家呆得闷得慌 想找点事干 我给你提个醒啊 我算了一下时间 她要是再不回我 咱们这个餐会可是要开天窗 我征求一下你意见吧 说她不仅找个小活动工夫做了 怎么样 行 那你看着办吧 林老师呢 她一般周五出去就不回来了 你一个人吃两盒 我最近胃口比较好 肖肖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林老师 我是她的徒弟嘛 关心她一下也很正常 那个 林老师下午都不回来了吗 林老师每周一和周五都会出去 周一呢她是去深江大学当科座教授 这你是知道的 至于周五嘛 林老师的周五啊是个秘密 谁也不知道她能够去干吗 而且啊 一般去了就不回来了 我猜啊八成是约会去了 有一次周五 林老师特意订了一束花带出去 我看到了 说不定林老师一直有一个神秘女友 藏得很深啊 太八卦了 赶紧吃饭吧 亏我给你买了午饭 还不如拿去喂狗 林老师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鸡肉的还是牛肉的 随便 牛肉的吧 牛肉的这盒贵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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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听说您早上去约会了 谁一大早去约会啊 有道理 来 给你吃个这个 问完了 该我问你了 知无不言 谁答应收你回头的 好 以后不准拿我当谈资 我没有拿你当谈资 我是真心地想要拜您为师的 连你上课的教室我都打听好了 从哪儿打听的 少林可到处都是我的眼线 你不会不让我去蹭车吧 你去哪儿啊 林老师 亏有这么多眼线 连教室在几楼都打听不清楚 麻烦把下周一的课程 从一幅楼五楼调到六楼 谢谢 谢谢 现代艾利克森催眠治疗中 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资源利用 他认为来访者的任何特点 都可以加以利用 为来访者带来改变 利用就是利而用的 催眠师需要利用许多复杂的个人 人际和背景因素 并以不同方式将其加以组合 从而影响来访者的反应性 在正式了解催眠的作用之前 我们可以先通过一组小实验了解一下 有哪位同学愿意上来辅助啊 我来 从这条线跳到这条线 是这条线和那条线 再跳一次 从这张桌子跳到这条线 这么够 我说了怎么办呀 这张桌子距离这条线一米不到 对于你而言很轻松 没有问题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这位同学 别怕 我会保护你 我上来 来 林老师 是这条线吗 对 好 一 二 三 这就是意志力和恐惧感发生冲突的结果 当人在面对危险和恐惧时 你的潜意识会立刻做出判断告诉你 你有从这张桌子上坠落的风险 尽管我告诉你了 很安全 但是你的潜意识已经做出了结论 所以大概率的结果就是你认为你会摔倒 老师 那在这个过程中 催眠进入之后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催眠可以增强人的自我效能 同时整合你的意志力和恐惧感这两股力量 从而达到一种相对最佳表现 谢谢老师 好了 这位同学 你可以回去了 好了 接着讲催眠的作用 没事吧 没事吧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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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别老师 别老师 你说我这算是工商了 回头我给你买副拐账 那多不方便啊 我这每天都得坐地铁 地铁上人那么多 来来来回回的 我这不该商商加商了 行 我让财务给你报销 报打车费 我这个脚呢 是为了你的教学英勇先生 那让公司给我报销 对邵老板多不公平啊 你还挺公司分明的 行 我个人给你报 可以了吧 那多不好意思啊 林老师 要不这样吧 我这两天呢 有一个公众号的粉丝 答谢餐会 就委屈你给我 当一天的人行馆长 对 就是临时助理 咱俩就互换一下身份 这样我就免了 你个人报销了 林老师 林老师 看我这脚 我就这一个要求 你想想 那么多粉丝在场 你让我主管 多影响我心情 我又不是你粉丝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吗 我记得某个人 前一日还关注我的公众号在这儿 走吧 林老师 您特助 好 你看这照片怎么样 好好看 照片本人无差别 黑色不错 看看看看 给我准备了什么 你小心点 好 快点 来地 谢谢 这边请 谢谢 我 你好 你 你就是拆签啊 你好 你好 我是肖贝贝的运营 我叫森可乐 你好 你好 肖贝贝金长给我提醒你 他说你是大公司出来的 本来今天这个聚会 都想让你安排的 我说那人家大公司出来的 要求高 审美好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派对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还多担待 哪里轮得到我担待啊 是我没有珍惜好这次机会 给你添麻烦 不好意思 您客气了 您这边签个名吧 好的 谢谢 二位女士好 我是红圈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 如果有业务上的需求 可以联系上门电话 好 稍等一下 好 你们看看可以吗 你是您好 来来来 我们一起拍照 我是红圈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 请问帮帮问一下 您是做什么的吗 好 干吗 一 二 三 好 稍等一下 好 你们看看可以吗 好 你们看看可以吗 好 你们看看可以吗 来来来 我们一起拍照 来来来 我们一起拍照 我是红圈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 好 麻烦您的老扯度 一会儿见啊 拜拜 这边 这边 扶着我 我能使上劲 柴芊 晓晓 你脚怎么了 没事就受了个小伤 幸好我临时找了个助理 不然我只能主治馆来见你了 小心点 助理 我跟朋友聊会儿天 你先休息一下 你最近怎么样 我还挺好的 不好意思 没能帮你策划这次的活动 你好 我可以给你个张衣服吗 可以啊 谢谢啊 谢谢 那你先坐一下 我这边找你 我本来就是大财小用 你不要有压力 好吧 你好 您是小伯伯的助理 我是小伯伯的真爱粉 我可以加一下您的微信吗 助理哥哥 助理哥哥 你看是你扫我 还是我扫你啊 喂 孙可乐 好了 你去那边看一下李老师 快快快 就是小姐 你好 你好 是这样的 我是咱们公众号的命 你这种活动 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就可以 好 我嫁给您的微信吧 咱俩都好长时间没见了吧 我感觉你变化好大 我之前每次见你 都是那种 特别干练职场女性的打扮 这次已经还真的 浑身透露出一股 幸福的 居家小女人的气息 休息久了 我又开始羡慕你这样 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事业 努力奋斗 你快别提了 我现在快累死了 我白天得上班 晚上得写稿 我烧了一坨稿 松可乐 爸爸的拿把刀 逼在我脖子上 我跟你说 现在要读得有对了 各位现在按名字入座吧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照顾好自己 谢谢 我来 孙可乐 换一下 换一下 林老师 你坐这儿 请 林特助 来 大家安静一下 听我说两句 我是咱们肖贝贝公众号的 运营总监 我叫孙可乐 那我现在正式宣布 我们的答谢会正式开始 这回才应该有掌声啊 是这样的 我知道大家彼此都还很陌生 不认识啊 我有一个提议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游戏 叫《击鼓传花》 传到谁 谁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和肖贝贝公众号的故事 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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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给大家放一首歌啊 稍安勿躁 谢谢林老师今天当我的拐杖 知道你不开车 所以特意点了这家店 珍藏的红酒 也是这餐最贵的地方 好 好 那我们游戏开始 从你开始 好吧 来喽 三 二 一 开始 我十大四的时候知道肖贝贝这个公众号 那时候我刚失恋 整个人都特别不好 偶然间看到了贝贝发的文章 就 陪伴了我最 灰暗的时光吧 所以特别感谢贝贝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那我们游戏继续 三 二 一 开始 来 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说起 说起我跟肖贝贝的缘分 我应该算是她最早期的广告主 那时候我还在一家公关公司工作 有一个面向女性消费者的企业展会 需要拍一个广告 然后我特别喜欢她写的文章 所以就找到了她 对 柴谦还在她的展会上 给我的公众号打过广告 我的粉丝直接上了一个档位 我以前工作这么厉害 那为什么后来要辞职呢 因为我男朋友 他想让我回归家庭 后来拳风之后 我决定在家休息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就为了男人吗 也 也不算是为了男人吧 那个时候 我工作遇到了瓶颈 我很焦虑 做公关 就要整天面对媒体 我手机整天二十四小时开机 只要一想 我整夜都睡不着了 后来我确实做到了媒介经理 可是 工作越来越多 我根本就做不完 所以才有了休息的打算 我们这个圈子的女生 每个人工作压力都很大 回归家庭什么的 有点像是借口 你不知道吗 抗压能力就是在职场上锻炼出来的 可你现在 能搞得定吗 这能解释着这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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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柴谦她累了 想要休息一段时间 又遇到了心爱的男朋友 那我觉得这是她的选择 我也要感谢柴谦 在我公众号起步阶段 给予我支持 谢谢你 那 那我们游戏继续啊 三 二 一 开始 你这辞职业有个年多的吧 这业务分不得生数分 回归家庭什么的 有点像是借口 抗压能力就是在职场上锻炼出来的 这辞职业有点像是在职场上锻炼出来的 别 别 别 快 别 别 快 别 别 快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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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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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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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伸起 我 我 别 别 别 再给我再支持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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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 别生气 你们陪什么都瞧不及我 喂 洛洛 夏 今天下班号有没有时间啊 那我去买点东西呗 锅碗条款要一套新的 我还想要一个床头灯 不好意思啊 洛洛 我这会儿请了假 要跟我投资人见面 现在正在开公司呢 那我晚点儿给你打电话 好 没事没事 你先忙 谢谢啊 蔡小姐 来 这边请 下一位 十七号 那你加了 你们 我们是 supp 我期待 我交易 我可以帮你 老大 我上班的 我开药了 你先寻和我 李马辰 我先跟大家帮你 我再帮你 帮我 你去哪 我可以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可以在你的文章当中体现出来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大概七天左右吧 七天 因为我要写跟他符合的软文嘛 两天 坐 我们合作有段时间了 你对我们的工作方式 还有运作模式也很了解了 还是感谢范总 咱们合作之后 我的广告收入确实翻番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间的合作 从广告代理变更为全约呢 其实有一个信息我会跟你分享的 我们公司签的所有的全约的头部作者 他每个粉丝都百万级以上 每条广告都在二十五万以上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 那这个将成为我对你的暴敌 我这个人比较随性 不想把公众号弄得太复杂 所以你是在婉拒我吗 您之前建议过我 我现在已经正式入职了一家心理咨询所 想好好往心理咨询方向发展 这样对咱们公众号的内容创作也会有实质性的帮助 好的影响推广肯定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我做这个公众号的 初心是想要靠内容取胜 那如果咱们签了全约 难免没有那么自主 我也是想对我现在的合伙人负责 所以就保守一点 还是以现在的合作弄势为主 好吧 我也不强人所难了 嗯 那我问问 是哪家心理咨询所呀 少林 少林 您还记得吗 上次在电影院 您碰到了那个少林心理咨询所的 合伙人林申 我记得 我记得他